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三重的菜北港肉根總店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就在我常來的那個 菜市場的附近 這邊是公園街 就來試試看 感覺價錢上是蠻便宜的 這個是美鳳有約的名店 現場這個小菜感覺就是很乾淨 然後裡面有冷氣也蠻強的 牆上就有這間店的簡介 冷氣很強很舒服 內用冰紅茶無限倡飲 讚 要給他好好研究一下 總共就點這樣 小菜看起來超整齊 小姐你好 那我點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那在三重的話 小菜的量就是很多 好 那我看牆上的報導 好像這家店蠻常上媒體的報導 那個是應該是鴨肉根吧 對 好 那小姐講說這家店已經開了快50年了 好 相當你很期待 好 那就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好吃的肉根 對 我們是肉根 美 那腰肉很香 好的 很大碗 還好 還好 哈哈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好 那店家感覺蠻熱情的 那現在就試試看 然後這個就是肥子吃的滷肉 有加辣椒醬還有胡椒粉 嗯 它是比較偏甜的滷肉飯 然後這個菜脯是辣菜脯 鹹辣鹹辣 好 算是相輔相成的 好 那很傳統的小吃 然後 份量十足 讚 肥子肥肥肥肥肥的好 嗯 好 它的飯稍微黏一點 然後滷汁在上面到下面就比較沒有了 所以就 我覺得分數是88分 還不錯 好 份量上是一定定人滿意 這個大碗的肉飯 份量十足 好 會有黏嘴巴的感覺 好 那至於滷肉飯會不會黏嘴巴還是肥肉跟收肉 就是個人有個人的解讀 像我是比較喜歡鹹一點的滷肉飯 這樣子是 我是覺得有點甜 當然啊 也有我的粉絲喜歡甜滋滋的滷肉飯 好 沒有對錯 喜歡就好了 好 這個我還能接受 那那個辣菜坡這樣吃下去 剛好能夠稍微抵消那個甜味 算好吃的滷肉飯 OK 好 才70塊就有一隻鴨腿 現在就吃吃看 怎麼看起來那麼像 那麼像雞腿 哈哈 是好吃的鴨腿 啊 這個鴨肉很鮮甜 就是那個鴨肉自然的鮮味 然後還有很緊實的感覺 這個鴨不肥 阿諾斯瓦辛格鴨 好 長得好健康 好 肉很緊實 好 分數90分 就淋上一點醬油 好 傳統風 讚 好 它辣椒醬 蘸起來還蠻有滋味的 蠻開胃的 好吃 好 建議蘸一下 好 建議蘸一下 辣椒醬還蠻好吃的 好 再來就是店家 最最最出名的北港肉羹 我先看這個湯會不會很甜 欸 還OK 好 有點甜 南部的味道 柴衣味也不錯 也蠻重的 好 但是我要給它改造一下 好 那加了一點霧醋 跟這個辣椒粉 其實在台北市有這樣的吃法 加辣椒粉 就在行天宮那邊 這樣加下去之後 這個湯就會變得讚讚讚讚讚喔 我覺得它這個肉羹是 夠薄氣的那種 是我喜歡那種 嗯 喔 現在這個味道就變成我喜歡的味道了 新鮮的豬肉 夠薄切 然後做成這個 北港肉羹 真的很好吃 然後這個豬肉的鮮甜非常的讚 不愧是這邊的招牌 嗯 好吃的 好 這樣辣辣的是很過癮 超棒的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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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讚 嗯 好出啦 嗯 這個湯個人覺得有滿分 還有這個筍絲啊這些 真的是很棒 好吃 嗯 嗯 量也蠻多的喔 嗯 嗯 讚讚讚讚讚讚讚 嗯 ,很好吃 辣辣的辣的,讚好 好吃 好,就有點各位朋友來品嘗 好,再來是這個地瓜葉 他那個量也給的很誇張 這地瓜也是不用錢嗎 滿滿的蒜泥 然後這個地瓜也很嫩 潤潤的潤潤的 真的很棒 雖然這個水沒有瀝乾 但是他味道是非常的好 因為喜歡這個蒜泥的味道 重重的蒜泥 然後跟這個鹽 他應該還有油蔥吧 這個分量真的是驚人 這是一般這個台北市的兩倍以上 本日最有誠意就是這一盤 然後剛那個肉羹湯也超多的 肉羹超多 吃到賺到 讚 然後裡面冷氣很強 然後還有這個冰龍茶喝到飽 讚啊 全部吃光光 再來就是這個紅茶 不過有加一點水 好喝 就古早味 用買的 就 80分 那 免費喝 讚 應該懂我意思 這是以CP值取勝 那店家創立於1968年這個老店 這邊就有店家的敘述 肉羹是台灣傳統羹類料理最具代表的一種 然後北港肉羹也就是香菇肉羹 也有人稱作 筋乳麵 之前我上次去北港就是有吃到 蠻好吃的 傳統 好那感覺蠻讚的店家可以來吃吃看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